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习近平请拉夫罗夫转达对普京总统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 中方高度重视普京总统今年访华 我期待着届时同普京总统就加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要以中俄慕林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 和中俄和社会民意基础 习近平强调 当前形势下中俄双方改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 同其他成员国一道努力 推动上和组织合作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提升上和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拉夫罗夫向习近平转达了普京总统的热情问候 拉夫罗夫表示 普京总统期待着对中国的访问 在庆祝俄中物林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之际 俄方愿同中方一道 深化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进一步密切俄中高层交往 深化经济人文等各领域合作 推进有关大项目实施 的确认